Rio聊世紀 天天龍的星 大家好 我是Rio 今天要來看一場特殊的四比四團戰 因為這張地圖是非洲臨終空地 但是它是沒有魚尺的版本 也沒有樹木 這就意味著大家的配置 一定要到外圍去伐木 而且中間的部分沒有木頭的關係 你也不能圍架 所以造成說你一定要瘋狂打架 而且這場又是團戰 所以團戰打起來也會更刺激一點 或是更激烈一些 那我覺得蠻有趣的喔 那我們就來看一下這場比賽 雙方會怎麼開始打這張地圖吧 好 那先來介紹一下 紅色開始介紹好了 紅色是選擇越南人 越南人的話在團帶的表現 一直都還算不錯 後期有這個騰甲國軍兵可以打 而且還有這個大象 血量最多的毛象夫 是把10滴血 比192有小還要多出了一倍血量 那到了這個後期 也可以讓隊友出到這個帝王在忙 也算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那在這種地圖來說的話 他是紫幣技術喔 把木工越多的話 產生黃金速度越快 也是對他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加成 那接下來看一下他的隊友 他的隊友是選擇了凶人 那凶人最大的特色就是不需要蓋房子 所以他前期的木頭需求量會比較少一點點 更快可以撒出更多農田喔 甚至去轉出更多的馬舊啊 射箭廠去爆冰喔 都是很適合打家圖的一個文明 那接下來看一下法蘭克 那法蘭克的人的話應該不用多做介紹了 就是吃果子很快 而且有這個著名的192有小 在團隊來說是一個主要輸出手的一個位置 那接下來看一下橘色 橘色的話 瑪雅的話在團隊來說最大的特色 是用他的羽毛劍射手 還有一百血的老鷹爆 這些東西都是在團隊來說 是一個比較亮眼的單位喔 那到了後期來說的話 是比較常看到老鷹爆的部分喔 羽毛劍射手當然也是會出喔 但老鷹爆的部分會是更難產的 但是只要遇到對方團隊有出 遊俠或是重裝騎士的情況下 老鷹的這個影響力就會下降很多 所以後期的主力 大部分還是會打這個羽毛劍射手 加上槍兵喔 還有少量的老鷹作為主力的 然後再配上自己的大衝車 那接下來看一下對方 是選擇了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 最大的特色是他攻兵攻擊速度很快 在封建前期塔攻的時候 傷害是非常高的 我們看到這邊一開始就在打架了 瘋狂打架的圖啊 才開場不到五分鐘 就已經死傷慘重了喔 大家都用自己的刺猴到處去抓村民喔 因為前行村民要跑得很遠去伐木 所以是沒有織布的 這個血量很少 好 回來繼續講這個伊索比亞 伊索比亞的話 中期可以出這個彎道勇士 去應急一下近戰傷害的一個問題 那後期的話主要是打工兵喔 可以像火炮喔 還有頭子車 作為主力喔 因為他的精冠技術的關係 可以讓自己的工程器的喔 擴散傷害更 擴散的範圍更大一些 好 那看一下青色 青色是馬扎人 那馬扎人的後期主力呢 主要是打這個遊俠跟反驅弓馬弓 他在團戰來說是一個比較 算是主輸出的位置喔 但是他由於經濟不夠好的關係喔 所以通常打團戰的話 一定要在封建時代喔 多打這個肉馬 去做壓制敵的 因為他有這個一級的斷招技術的關係 所以多出肉馬的話 對他來說是件好事喔 比較沒有太大的壞處在 那後期的話 還是要看隊友有沒有人可以出馬 沒有人可以出馬的話 那馬扎人的話 通常後期要出遊俠 然後如果有人出遊俠的話 自己就可以出馬功喔 彼此類推 那接下來看一下高編人 高編人這邊的文明選擇 我覺得還算不錯的喔 因為高編人的文明呢 他有一次元農田喔 在藏地圖來說 到處可以撒農田 而且一次元農田的效果 可以讓他食物者獲取更快一點 可以在城堡時代的時候 爆出大量騎士喔 去直接用騎士爆 對放人家的城鎮農田喔 也是一個考慮範圍之內 那高編人後期的話 也可以打馬相夫喔 因為馬相夫的話 攻擊力很高 移動速度也很快 也可以打奴炮 所以在團戰來說 是一個不錯的選擇喔 但不是最好 因為高編後期呢 是沒有太多可以反制對手 雖然他有火槍喔 但是沒有火炮 所以高編人來說的話 反制能力的話 還是比較單一一點 但團隊比賽來說 這些問題喔 可以靠隊伍去彌補 那他最主要的工作 就在城堡時代大爆兵喔 去壓制敵人喔 給敵人壓力是最主要的功能 那接下來看一下藍色 藍色選擇硬家人 硬家人在類似阿拉伯地圖中 是非常強大的 因為他這有這個食物的消耗減免了 讓他更快速的爆出大量冰柔 去壓制敵人 而且對抗步兵喔 很有儀套耶 這個投資手的關係 不只可以打強弩 也可以打投資手 還有槍隊長 這些單位呢 都是可以讓對手 感到一個非常大壓力的一些單位 好這邊看到後面 突然開打起來 那最近呢 我的這個舌頭 還是有點痛 所以講話還是有點大得斗 那個大家還請多多見諒 這個咬出來的動點太大了 好稍微介紹一下越南這邊的打法 是打一個18P 然後下一個雙射箭場打法 那這個打法呢 是比較好的 因為雙射箭場的話 可以快速爆出弓柔的數量 那以前打法是22P小弓 那現在變成20P 或是18P、19P都有人這樣打 那19、18P的雙射箭小弓 這個攻擊量來說 一開始可以出到2到3隻 大家趕快補到8個人挖黃金 才可以讓這個射箭場的弓柔 穩定出弓柔 那待會還要再補個1、2隻喔 黃金才可以不斷弓柔一直出 那越南這邊弓柔還有一個特色 就是血量特別多 那封建時代就有36滴血了 其實還不錯喔這個血量 簡單來說可以多扛一刀 這個弱馬的傷害 好那這邊看到 越南已經轉出了弓柔單位 那剛剛開場的時候聲音有點大聲喔 我已經把這個聲音調小了一點 所以有時候露營他這個射箭會跑掉 不知道為什麼 好那看到上方弱馬 已經轉出了3隻 兩邊都是準備打一個工兵加弱馬的配置 但是硬加這邊是一個比較正常的開局喔 20P上封劍 然後轉雙射箭場 當然這邊看到18P射箭場的雙射箭場的越南喔 工兵數量已經來到了將近快要10隻了 哇已經6隻了 對不對 那贏家這邊呢只是只有 應該也是剛6隻 下面還有兩隻過來8隻 大概可以領先兩隻的工兵數量 好當20P的話會更好點下這個一級射 所以現在來說的話 越南的話沒有一級射不太敢上前 當然他是一級射也快要好 好接下來他們要轉線的是要鑽肉的問題 好看一下左邊好了 左邊這邊直接對方打了過來 馬扎爾人這邊直接出了一堆肉馬 前壓對手卡了一下 後方的灰色是伊索比亞人用高速工兵開始進行 原地開火 射掉了一些肉馬的血量 但這邊馬亞人已經被騷擾到了 這邊要趕快轉手為攻 去轉出工兵來 但團戰來說的話盡量不要去打毛兵 但還是要試情況 如果你真的工兵斷太長的話 你也是可以考慮去按一些毛兵 但是非常不建議 最主要是因為你轉毛兵的話 打洛馬是完全不會痛的 但對方一直出工兵的話 他也不用消耗肉 你生時代也會比對方還要慢 所以打團戰來說 盡量還是去按工兵 守租自己的金礦點才是最重要的 好那看到越南這邊投資了一根劍塔在這裡 守租金礦非常的關鍵 好那這邊突然打了一架 地上一堆屍體 洛馬損失到了只剩下四隻 稍微回去看一下喔 這波怎麼打的 好這邊看到 伊索比亞的工兵上前 肉馬忍不住想要上前包抄 結果左邊的馬扎亞的肉馬過來上前硬扛 因為馬扎亞這邊的肉馬傷害非常的高 免費的義工傷害加成 所以直接把對方的綠色肉馬給射了回去 哇這就是馬扎亞的封建時代很厲害的地方 免費義工 好右邊的部分還在努力騷擾當中 這邊越南的工兵已經打到了內加 高免人這邊有特殊能力 村民可以躲到房子裡 所以戰時如果被抓爆的話 可以即時躲到房子 就不會損失太多村民 這也是高免選擇在團戰來說是一個不錯的原因喔 好那目前看到右邊 村民已經先繞跑了 怕把爆伐木區會扛不住 原家裡的工兵數量並不多 好這次火工兵過來只能選擇撤 但這一撤的話可能會斷木 會造成撒龍錢的速度不夠快 會拖到生死帶的這個時間 目前看到高免這邊 已經穩定了木區 農田處都全部撒在城市中心附近 還有房子旁邊 隨時都可以收到房子裡面做防守 所以問題也不大 好這邊再次路線的進來 好瑪雅這邊還在繼續出工兵 那伊索比亞這邊的工兵長已經拉了回家 在裡面做一波集結 好下方有一波開打 好兇人的肉馬已經轉了出來 好非常多 七隻防守 但又快要跑到內加去了 好但上方有陣打鬥 來看一下這邊 越南這邊繼續拉弓 後面馬燦想要過來防守 但是一定打不太贏 因為沒有弓練手的支援 所以沒有辦法正面突破成功 好那硬家這邊工兵還在繼續按 但沒有往上去就 反正是想要往前嗎 還是守在家裡 那為什麼工兵不往回救 最主要是因為你工兵追不到對方 對方只會封著你 有可能你追到他的時候 已經被內加的弱馬給解決掉了 那通常有工兵的話 就是往前 看看能不能打到對方村民 甚至去抓掉後方的內加村民 都是蠻重要的一件事情 那放在家裡防守也是一個選擇 就要看大家怎麼去打 好這邊工兵稍微被打掉了一點血量 但是損失的是馬渣的肉馬 倒地了一隻 下方的工兵也在繼續繞 兩邊的工兵都是打一個等城堡時代的樣子 不敢再繼續上前了 好 兇人這時候點下了 第二個馬就 應該是第三個 哇打了這麼多 好 看到這邊有非常大量弱馬 直接硬吃硬加這邊的工兵 內加的法蘭克人也過來幫忙一下 但是他的隊友紫色 高敏砸算要放棄隊友啦 哇 兇人就是在團戰來說 這個經濟很好的原因 就是不用防止 省下來的木頭全部撒農田 自然就可以出到這麼多肉馬 十七隻肉馬 後方的工兵裝到冰冰角角 以後要被收掉了 好 蘭克人的肉馬直接拉走 馬渣兒加上高明的肉馬在追逐當中 好 兩邊都是一個鏡戰 算是鏡像交換吧 好 這邊 兇人決定要再往前 但是看到這邊有非常多的工兵 直接掉頭就走 看要不要直接去打內加蘭 好 肉馬這邊直接往後拉走 黃色這邊要上去幫忙嗎 還是要先回就右邊這裡 因為右邊隊友可能要帶回一堂二囉 共兵多阻在家裡 好 這邊決定要打嗎 這邊有聘燈 看到了 三家直接圍攻兩家 這邊藍色跟紫色 可能就要給救所壓力 但是這邊紫色決定要回救隊友 叫藍色先去回家防守 等這個奴兵變身 OK 大家這時候都點下成島時代了 哇 這弱馬 打好快 OK 三家暴兵 把救助剩下一滴血砍掉 但這邊肉馬已經開打了起來 紫色這時候可能以為 對方的肉馬已經要升10代了 但其實也沒有 兩邊的肉馬血量是差不多 OK 兩邊在互打 哇 後面的奴兵都已經升級好了 馬拉雅的弓兵在我後面也在瘋狂輸出 高免這邊的肉馬有點多 可能要被爆掉了 馬大這邊的肉馬也有 這邊轉出了騎士來救援 反而看著騎士現在趕到戰場 他說後方一手被阿的弓兵 射出實在是太快了 射爆了大量的弓兵 騎士上前想要對弓兵造成輸出 但是一上前 隊友已經倒光的關係 也被肉馬給包圍住 騎士只能落荒而逃 哇 尷尬了 這波錢壓本來以為是自己有優勢 結果被兩家弓兵給包掉 加上一坨的弓兵果 正面射爆了 好 但是高明家裡被塗了個一波 損失出門非常多 跟他可能在控中間這個地方的關係 所以並沒有把家裡顧得很好 被兇人偷了一堆村民 經濟稍微小傷一些 好 那看到 硬家這邊有23隻弓兵出來 那23隻的話 通常只要打一隻騎士 集火兩次就可以秒殺一隻騎士 所以這邊要很小心 騎士要操控的話要稍微抖動一下 不然很容易擺給掉 好 那這時候越南 才剛剛剩下奴賓跟二級射 等一變身就可以上前包甲 藍色的隊友紫色 可能要找個機會來幫一下 不然兇人這邊太多肉馬了 OK 弓兵上前 直接包住 包起來打 好 這一坨打架 工兵數量下降很快 肉馬要再上次 要再下 上前嗎 哇 繼續包 數量掉非常快 工兵沒有想要打肉馬的意思 反而是在射對方的工兵 但還是順利解決掉了 好 左邊的部份 工兵稍微包圍了一下 瑪雅的城鎮中心 瑪雅的工兵全部都在下方防守 好 伊索比亞下方只要想要打破門 進入到凡恩克下方的經濟地帶 但凡恩克人阻力 現在在全力進攻高敏這裡 高敏這邊所有村民躲到了 房這裡跟城市中心 但是家裡的騎士數量非常之少 這裡要打贏正面的話 是相當不容易的一件事情 然後這裡肉馬也不管 直接衝進去了 這根劍塔只能容納五個人 剩下的村民都得死了 好 這時候隊友瑪雅人 到後面直接進行攔截 射掉了非常多的工兵數量 這波射擊簡直是大獲全勝 剛剛雖然損失非常多的工兵 但這裡又突然打贏了 OK 那這邊直接果然TC爆 不是TC爆 騎士爆掉了一個城鎮中心 反而客人非常的濃 我們可以看到黃色 凶人 還在保護越南人這邊的奴兵進攻 這時候終於升到城堡時代的凶人 轉出了洛馬升級 還有耕種技術 看一下二攻應該把我提早升 好 那高敏 這邊應該是正式退出了戰士 現在要趕快轉容 還是這邊會直接GG呢 好 越南這邊 工兵非常多 但這邊圍得還不錯 稍微抵擋圍一些時間 神聖中心應該可以蓋好 好 左邊的戰士 伊索比亞又攏了一堆工兵出來 馬拉也是 兩邊的工兵的話其實差不多 但馬拉這邊的數量還是更多一點點 讓對方有攻速的優勢加成 但這邊變點射的關係喔 所以其實有點射的不是很好 好 這時候反而客騎士過來救援 包抄一下這一波的工兵 這一波工兵最後是以馬拉人 宣告 大功告成 收掉對方所有的工兵 那伊索比亞這一波工兵又要再集結一次 但是他的內加 3TC開農的關係喔 騎士剛剛斷的有點多 4TC有更多 所以沒有辦法第一時間去拯救高兵喔 還有自己外加工兵的數量 只能先農起來 好 由於高兵已經爆掉的關係 修魂直接上面印齊了藍色 印加內的村民 也不管有沒有持人中心的箭塔 反正就是受了兵喔 往前A就對了 好 那正面的工兵也是給越南這邊繼續壓力 好 找亮的肉馬去追逐後方 好 那感覺印加也是快要量掉了 我想看到法蘭克人這邊直接衝了進去 喇叭的家裡 喇叭的這邊也想要硬扛嗎 好 又轉一些老頭 好 這邊在想要嘗試用騎士爆TC 但好像沒有辦法 這邊騎士開始慢慢轉出來了 伊索比亞的工兵又轉了12隻出來 12隻的話打的還是有點癢 當然現在有單刀學了 有點準囉 看起來這一把越南他們的搭配更是狠一點 但果然這樣地圖 工想的一樣 沒有什麼數喔 真的是一直在瘋狂打架 哇 看起來真的滿精彩的 好 這時候瑪雅把這坨工兵拉回家裡防守 足力中回家防守了 但是遇到大量的騎兵 工兵還有地方好嗎 但是這邊後面還有法蘭克的騎士過來 雪上加霜啊 兩家內加馬國 直接衝爆一家外加工兵 好 但這邊拉打拉得還不錯喔 還是有收掉一些肉碼的數量 雖然工兵可能還是寡不及重 可能還是要被騎士給砍光了 但這一波拉打還是打掉了滿多的單位的 並沒有到非常的白給 拉打的還算可以 那這一波打完之後 左邊馬大人好像農回來囉 抵禦敵人出去4TC開農 騎士數量來到21隻 一手被揚工兵也是很多21隻 有21隻的話出門就沒問題 好 這時候看到大軍從往左邊集結 法蘭克人開始把騎士拉回家防守 瑪雅這邊也是把工兵拉回家了 沒有再繼續進攻高敏這邊 高敏這邊也是偷偷復更開農了起來 外加的越南已經準備把工兵拉到外面 可能是要來蓋城堡了 好 瑪雅這邊要再繼續反推回去嗎 這邊想要工兵加騎士包小 好 這邊射掉了一隻騎士 這面直接 兇人 用肉馬加上騎士想要爆掉這個城陣中心 有機會嗎 現在四面八方到處都是騎士 湧了過來 後面的三隻老頭也在開始著想當中 反正後面的越南的工兵非常多 好 越南想要直接把這邊拆一根堡 想要直接降服瑪莎爾 有機會嗎 這波大戰看起來非常驚險 好 左邊的部分這邊也要即將開塔 法蘭克人加上瑪雅的連攻 好 但越南這邊看到對方的騎士需要實在是太多了 結果自己兇人的弱馬加上騎士的數量已經寡不敵重 工兵在這邊集結 可能也是要被瑪莎爾給包抄掉了 瑪莎爾這邊產騎士的數量實在是太快 應該是能打得贏這一坨工兵加上騎士的聯軍 好啦 結果村民現在想要來蓋寶 也沒機會蓋起來 直接損失了石村 好 後面的工兵雖然找了一個小小洞 但最後還是被騎士收乾了 好 左邊這邊騎士繼續往前 法蘭克騎士上前硬收掉伊索比亞的工兵 他的工兵也是上前幫忙之後繼續往前走 這邊工兵數量很多啊 右邊這邊繼續開打起來了 哇 真的是一直瘋狂打架 沒有在QK的那種 好 那大家這時候準備要來點帝王了吧 石原量看起來 喔 夠喔 點帝王是灰色喔 伊索比亞這邊 好 這時候越南跟兇人直接 手牽手 直接保對方的城鎮中心 直接硬拆掉 好 工兵也是直接開射 好 被射掉的一些數量 可比數還是有點下降了 英家這邊可能有點扛不住 好 左邊 馬雅大軍 五十六隻工兵 直擊 馬薩爾的城鎮中心 法蘭克騎士這邊也是爆了非常多的騎士 繼續往前補啊 好 現在所有集結點都是在馬薩爾這樣 因為他們知道馬薩爾分數很高 有點... 遊俠的疑慮 如果遊俠出來的話 他們就不好打 但是應該是看起來十拿九穩的 好 右英雄人加上越南繼續進攻 外加的硬家 硬家應該是要全倒了 好 馬薩爾那邊集結最後一波巨力 二十二隻騎士 那右邊的高米也是派了一些騎士過來支援 好 這邊城鎮中心的村民直接被逼退出來 哇 這邊村民喘死的話 硬家還有村民嗎 喔 還有 這邊還有七隻村民 那有跟沒有一樣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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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差不多了 好 可以不要再打死人了 趕快先去打後面的高米吧 但是這時候高米在幫忙 馬達爾在守家裡 這時候反客人直接衝到了伊索比亞家裡 想進行反制 這波可能會硬打 因為他們知道伊索比亞已經上到帝王時代 如果升為強弩的話 可能會很慘 所以這邊喔 一定要把所有騎士往前衝 全部送掉也沒關係 重點是要換掉更多的強弩數量 但還好這一波有衝鋒 那伊索比亞這邊沒有辦法順利升到強弩 肉量有點缺乏 好 右邊的... 工兵大軍繼續往後撤 72隻工兵即將被包夾掉了 後面有非常多的馬達爾的騎士上前 開始想要做包夾 哇 這波包夾看起來有點... 有點成功嗎 好 右邊有騎士稍微捕捉了右邊的缺口 好 但是 工兵數量只剩下42隻 已經不只一半了 剛剛有72 現在死掉34隻 但剩下的馬達爾的騎兵 並沒有放過這坨工兵 還在持續往前 繼續包抄這坨工兵 太狠了 太狠了 好 那一家的... 兇人 加上越南 還在持續進攻 但是他們沒有想要理高免 他們覺得高免是半個死人喔 所以是想要直接衝向馬達爾人家裡 好 這坨工兵最後是甩攻 甩到了家裡 也順利的把騎士的威脅給解決掉了 但是後方一手BR的強弩攻勢 開始往前推進 現在對方有射程跟傷害的優勢 馬達爾這邊現在只有數量上的優勢 應該是有機會可以反制回去 但還好 這邊還有一些少量的工兵 也在做騷擾當中 而且後面最主要的阻力也來了 高免拉了31隻的騎士 想要上前幫忙 但是又被射掉了一些數量 23隻的工兵數量還是有威力的 正面的工兵再出來 去想要騷擾正面的硬家 哇 不給硬家玩遊戲啊 好 後面的騎士衝到了伐木區 臭命直接收村 這時候綠色 法蘭克人 準備要把這個帝龍絲帶給伸了上去 好 高敏健壯 看起來這波是要上了 可能要打了 後面的馬達爾也回救 OK 這一波包起來還不錯 右邊開打 左邊也不開打 兩邊開打 結果 高敏這邊有騎士上的數量優勢 馬達爾這邊包夾包得還不錯 爛工兵沒有地方可以逃跑 上面就是城鎮中心了 雙人這邊的騎士 逃跑路線也撞到了城堡 損失了一些數量 高敏加上馬達爾這波的包抄 包得還算不錯 高敏加這邊有少量的封面在後面辱小 但是被抓包 好 這時候 瑪雅要城堡打帝王 這些強奴有點沒有辦法 可以扛得住 哇 被射掉我非常多的數量了 好 這時候紅色 越南也點下了帝王子彈 哇 這場真是從頭到尾打到底啊 好 這時候 反射客人繼續潛壓 已經升到了重裝騎士 192遊俠還有兩分半 就要準備出關了 馬達爾這邊能夠扛得下來 192遊俠的進攻嗎 那馬達爾這邊 三帝王時代雖然有支援 但他敢點嗎 這邊點帝王 可能數量上會輸 但不點帝王的話 待會192遊俠出來 更沒有 更沒有機會打得贏 反射客經濟實在是太好了 這不愧是馬國霸主 經濟好 有俠又猛 好 這時候熊人有30隻的騎士也在往前 但這邊還沒有想要點帝王時代的意思 正面的越南直接潛壓寶 想要來挖硬家的黃金 左邊的弓兵 繼續往前 搭配衝車 想要來進一步的潛壓 反射客人拉了幾隻少量的騎士 過來想要幫忙解 但是對方上的數量太多了 應該是減掉 好 這時候 邁亞的弓兵有26隻 可能有點難打一 但內家的 兵人已經用自己的騎士 大量直接衝撞城鎮中心 拆掉了高綿的農田地帶了 哇 這邊大片農田都不能踩了 這時候192游侠已經成行 高綿嘗試直接用騎士上前硬扛 但是192游侠實在是太猛了 右邊馬炸的想要過來救 但是對方已經打出了拒絕 哇 最後的192游侠 正面直擊 剩下的騎士 依扛2游侠 搞定了 好 這時候越南也成到帝王了 這波192游侠打的真的是很絕望啊 這個完全沒有辦法擋得住啊 好 我們稍微看一下經濟的部分 還有KD 我們來看一下團隊 那KD的值 果然是法蘭克倫 這邊是1.93的KD 操控操控的也很好 而且經濟也不錯 雖然這邊KD也不錯 有1.43 那原來這邊有公兵0.92也算OK的 那這邊就真的比較慘了 因為他遇到的是一索必 因為公兵速度版就會比較快一點 自然 速量 這個射速快 也會打到後期的這個優勢 它已經一直反而就下降了一些 最慘的應該就是高米跟硬家 兩家真是太慘了 經濟的部分 法蘭克倫果然是拿下屬的勝利 那馬扎這邊是木頭 反而有點太多了 因為有很大一部原因 是因為 兇人跟越南 也是在針對馬扎這邊 所以一直要收到後方的牧區 去避難 所以沒有辦法在前面就去 正常撒農田 那這也是法蘭克倫 這個農田經濟版就好的一個原因 免費的農田技術 讓他可以高速開農 而且法蘭克倫家裡 基本上沒有被受到什麼操擾 一直可以在處於正常的農務狀態 好啦 那麼今天影片就差不多到這了 如果喜歡這部影片 請記得幫我下訂閱 我們下一次再見了 各位掰掰